大家好,今天是4月18日 4月2日已經差不多估計了3分之2 是星期四的 今天市場一開始的時候是跌了一點 接著就升上去 其實市場為什麼今早開始跌呢? 被人騙了 昨天港股是跌的 但是A股是升的 為什麼A股會升呢? 而且三個指數都各自升了2% 升幅很大 總共有5,000多個股票上升 A股有1,000多個股票是升停板的 為什麼這樣升呢? 因為之前有些淡友起到沽 這個是A股 這樣都說了 你沽沽沽沽沽沽 你無沽沽沽 阿爺一鋪就了起你了 怎麼了呢? 阿爺就將人民幣的借款利率 短期,特別是海外人民幣的借款利率 是抽高 你找得到有一樣東西 人民幣好像又會跌 利息要抽高 其實很明顯就是有人做事 這樣做事的時候,要夾 那些淡友會跌倒 所以昨天A股是升 不過港股是否跟得到的 港股是否跟得到的 港股是今天跟的 不過也不太幸運 這樣跟法的話 之後也不太好 因為那些可能是昨天A股被夾死的 就唯有在今天H股上求救 A股又有H股又有H股 即是一個對沖 所以今天H股表現得比較好 港股是比較好 跌下去之後升上來 那麼... 沒有了 這個就告訴大家 就是這個世界都是... 有錢是重要 這個渣度、利息、權的升降 更重要 就像鮑威爾那樣 我一直都說 美國的息口是一個政治息 不是看經濟的 很多人都說通常數據 或者什麼什麼都搞去炒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 我自己說錯誤 美國的數據是假的 這個... 也都有人說了 也都找到一些報道 就是很多墨西哥難民都過來 他修容他們那樣的... 特朗普就不讓那些人過來的 拜登就讓那些人過來的 為什麼拜登這麼... 是仁慈呢 你看他絕對不是嘛 他真的是炸人家的... 殺人都不眨眼 那為什麼我們墨西哥人這樣呢 因為... 在收容這些難民的... 所謂慈善機構裡面 難民是被告知... 今年的11月要投拜登一票 這些你看到 什麼叫賺錢買選票 這些東西現在是有報道的 美國有報道的 是不是真正如此呢 第一 如果拜登上場 一定會被蓋了下去 如果特朗普上場呢 那就難說了 你可以撿回來上來 用慈善機構來賣選票 拜登也真是絕了 很簡單 升了這麼多東西 我們就看看吧 那麼... 升幅榜上都是這樣 交通設施一直都是起... 起前十的一路 煤炭也一直都起前十的 保險方面就今次有二十升上來 其實今天還有一件事是普遍上升的 是銀行股 讓大家看看 首先我們看看 保險方面 第一 其實很多這些都是很大牛歸價的 這樣上升的話是很厲害的 為什麼它會這樣升呢 因為... A股很多東西是很厲害的 很多這些股票是投資於A股的股票的 或者它們有關的相關產品 那一好的話 它們就變得好 然後就是煤炭股 煤炭股方面 這些股票都是一路好的 幸好昨天也買了煙礦 買了煙煤澳大利亞 不知道是不是... 我忘記是否中煤能源 好像也有吧 如果有的話就好了 可以有中煤能源 有煙礦有什麼東西 都可能好一點點 之前買又不是昨天建議的 然後就有銷行股電子產品 可以自家也好 什麼東西都好 TCL電子也好 TCL電子呢 很多人就認為 他做這個電視屏幕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TCL電子最近就出了冷氣機 我買了一台電視屏幕 從有關數據提供的東西可以做 十分之好的 包括可以殺菌等等等等 他這樣做的時候 再加上加 realidade 這一個未來的 marked家電下香 再接著還有二舊全身 他應該可以分明杯庚 這個都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還有飲品及食品 brief 這個是黑衣操體重製 Empire 我一直都不用說了,我常常討論道路或任何人物都好 原因是因為物流是通暢了,反映了經濟的活躍度是大了 就是這樣 接著我們看看其他個股的表現 昨天一片綠,今天一片紅,不錯 非常開心,大家都很開心 接著我們看看其次方面 其次方面,起了一跌,我都說要跌三、四日左右 現在這裏就是有樣東西抽上去 不過都未能脫離險境 它可能可以像這樣,再立回來,再上 這樣才是 或者像這裏一樣 所以一定未跳到保利解通道中軸是不行的 就像這裏一樣,下了出來 那你一定要去到保利解通道中軸 這裏墊了下來,再補回保利解通道中軸 再上去燃爍了才行 這裏上去之後再下回來 不過現在就不要看那麼多 一定會再下很多 無論怎樣也好 希望以後以後就可以好一點點了 今天的成交一定會多 一半日成交已經等於昨天的一半有多 所以今天的成交可以有機會 是衝上去碰到五天平均線 衝上去碰到五天平均線 衝上去碰到五天平均線 是什麼現象呢? 好像這些 衝上去碰到五天平均線 就是後來可以升 衝上去碰到五天平均線 後來可以升 衝上去碰到五天平均線 後來可以升一些 衝上去碰到五天平均線 後來可以升一些 衝上去碰到五天平均線 後來可以升一些 衝上去碰到五天平均線 所以如果今天 我們請客看 如果他可以真正過到五天平均線 成交總額的話 是可以的 其實這裏已經有很多 升了上去 不斷的聲音 被人嚇了下來 無法恥 這樣就是 我們今天 可以去 考慮吸納的古堅 就是遺柴動力 遺柴動力 遺柴動力呢? 對